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拜托了学妹 我想问你的是 如果你的男朋友去做了FJ或者是XT 你会怎么办呢 学长 你好 我觉得OK 这么开明 因为我男朋友在美国 要是他不去做FJ或者这种之类的东西的话 他会去找另外一个女生 这么开明 你不介意吗 我觉得OK啊 不是 但这个是他自己一个人完成的吧 应该不是有别人帮他的吧 是有别人帮啊 那不行 那不行 那你还是用自己用手解决吧 to my boyfriend 拜托啦学长 我想问的问题是 你觉得直男有被掰弯的可能吗 哈喽 学妹 你好 至于这个问题的话 我觉得直男如果长期找不到女朋友的话 有可能会被掰弯的 有这种情况出现的 因为我就见到过这样的人 长期找不到女朋友 然后后来就跟她的男性小伙伴在一起 因为毕竟有些问题是需要自己去解决的嘛 那你觉得你什么都被掰弯了吗 哦 我不会了 不会了 我觉得 我怕疼 拜托啦学妹 我想问你的问题是 你的男朋友是用什么套路来搞定你的 学长 你好 对你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 她每次在我生病的时候 从来不会对我说多喝开水 每次在我无聊的时候 她都会带我出去玩 在我没钱的时候 她都会给我发红包 她在我不开心的时候 就会给我买包包 买衣服 她在每一个节日都会给我买礼物 在我每次想吃什么的时候 她都会大厨给我做 最重要的是她特别帅 对我特别好 拜托了学长 我想问的问题是 你喜欢前凸的还是后翘的 学妹你好 你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 其实对我来说 连长的好不好看更重要 但如果一定要选择一个的话 我觉得前凸与后翘更加重要 因为当你面对你的女朋友的时候 前凸你是看得到的 而后翘不是你一眼就能够看到的 所以从直观的感觉来说 我觉得前凸比后翘更加重要 拜托了学妹 对 我想问你的问题是 你什么时候特别想要一个男朋友 学长 你好 就是针对你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 就是当你在大街上 就是你无意间走的时候 然后看到一个 就是比较帅的 来到旁边站了一个 特别丑的女的 你就会觉得 为什么这么丑的女的 都能找要这么帅的男朋友 然后你就会觉得心里很不平衡 然后你就会想要小男朋友 拜托了学长 我的问题是 你的前人跟你讲的最后句话是什么 学妹你好 前人对我说的最后句话是 做朋友 你怎么回答的 我说 我说 过来真的做朋友的吗 做的 那现在还有一点说话吗 现在 不太说话 你当时为什么分手了吗 就是因为陪她时间太少 想想 想 你有没有什么想要对她说的呢 我以前都在的阿姨 我现在想对她说 你回来吧 你回来 把我的思念带回来 我根本就在这里 我会把你帮 eaten 所以说 是 我怎么回事 我 你能接受胸小的女生吗 拜托了学长 我能 拜托了学长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能接受胸小的女生吗 做女朋友 像我们这种 是不是笑得太过了 重来 学妹你好 对于你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 胸小挺好的呀 我也不介意胸小 因为你看我女朋友就这样 我一来很爱 还有一个就是 胸小其实可以摸摸大嘛 是不是 还有一个就是 胸小也有个好处就是 老了不会下垂 很安全 拜托了学妹 我想问的问题是 当别人说你胸小时 你该怎么反驳 学长 你好 对于你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 就是不能怪我啊 那怪谁啊 帮我男朋友了 再说我的胸也不大 再说我的胸也不小啊 拜托了学长 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们喜欢年人的女生吗 比如我 学妹你好 对于你的问题 我的回答是 我觉得年人的女生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年人的女生会限制我们很多自由 不给我们打游戏 不给我们出去玩 不给我们出去玩 还有我们陪她们逛街 总之还是很麻烦的 而且年人的女生比较多对不对 对 对 所以我们不喜欢年人的女生 拜托了学妹 我们想问的问题是 如何判断一个女生的胸部 是真的还是假的 我们也想知道